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主要要文有 马航MH17客机 7月在乌克兰东部的坠毁事故 死难者的与千名亲友 齐聚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会议中心 参加悼念仪式 向死者致哀 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及首相吕特 也有出席 298名死难者当中 有将近200人是来自于荷兰 乌克兰及西方国家指责 是亲俄武装分子利用俄国制造的导弹击落客机 亲俄武装分子和莫斯科均予以否认 在北京出席APEC会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斥责有关亲俄武装分子阻挠调查工作的说法 是毫无依据的 他强调莫斯科支持全面和公正的调查事故原因 美国白宫说 将于周三起实施对华的新的签证措施 为前往美国从事商务和旅游活动的中国签名 签发最长时间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为赴美国留学的中国公民 签发最长时间为5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在北京的APEC会议上发言 宣布美中双方就延长入境签证的年期 已经达成协议 白宫的声明说 新的签证安排将进一步密切 美中的经贸、投资、商业和人文联系 白宫预计实施有竞争力的签证政策之后 到2021年将有730万中国旅客到美国 为美国的经济贡献将近850亿美元 协助创造44万个就业职位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水立方设宴 欢迎到访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 习近平致辞时表示 APEC各成员有责任使太平洋成为太平之洋 友谊之洋以及合作之洋 见证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以及繁荣进步 习近平提到北京近日的空气制素有所改善 由赖于各单位的努力 希望APEC能够持续长期保持下去 领导人穿着由东道主提供的特色服装 乘坐房车到水立方 路面有红色灯光形成的红地毯 两旁有穿着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跳欢迎舞会 大会在水立方旁边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外围 投射经界APEC峰会的标志 欢迎晚宴内设有文艺表演 晚上也有烟花会演 粤港澳三地警方及海关联手 侦破一宗跨国贩毒集团案件 查出将近60公斤的冰毒 市值约为7000万港元 澳门司警公布有关详情时表示 三地的执法部门共拘捕了16人 包括两名在澳门涉嫌操控贩毒的主脑 分别是42岁的澳门人以及52岁的飞机华侨 三地警方及海关采取联合行动 澳门司警今年7月在澳门一间赌场酒店拘捕两名男子的同时 搜出了一批涉嫌策划贩毒的记录 香港海关拘捕了两名菲律宾人和一名马来西亚人 而内地方面就拘捕了三名香港人和八名内地人 石环署食物安全中心发现一个由台湾正义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猪油样本过氧化质超标 由于中心早前已经禁止正义的油纸产品进口和在本港供应 相信受影响的猪油目前并无在本港市场进行流通 有问题的猪油产品名为精致猪油调和油 进口商为美兴食品有限公司 净重美香为16公斤 制造的日期为2014年1月6日 中心表示样本在进口商的存货点抽取 检测结果为每公斤19毫克活性氧当量 超出每公斤10毫克的标准 中心表示因为台湾的劣质猪油事件 已经检取210个食物以及猪油的样本进行检测 合格率达到了99% 由上个月的9日至上个月的30日 中心已经封存了240吨来自于台湾的食用油脂 好了观看完以上的主要新闻 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沪港通确定于下周一启动港股横止延续升势 恒生指数高开0.27% 涨64.71点 爆23809.41点 国企指数涨0.35% 涨37.21点 爆10653.03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涨多跌少 近几日受压的联想集团反弹涨1.7% 为表现最佳的蓝筹股 华润系地产系公用股中资金融股均上涨 华润电力涨1.62% 华润质地涨0.93% 长江实业涨1.15%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被西班牙电信抛售6亿股的中国联通跌3.14%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消费股中资能源股均跌幅较大 中国旺旺跌1.18% 信河之业跌7.8% 恒安国际跌0.69% 中国和韩国10日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了基本的协议 韩国政府发布消息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韩国总统朴景慧 当天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谈 共同宣布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已经达成妥协 据韩方透露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将在明年年初进行正式的签署 争取在明年内正式生效 日本也在与中韩两国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但围绕着历史领土等问题 两国的关系持续恶化 要达成协议尚需时日 对于在汽车数码家电等领域与韩国竞争激烈的日本而言 中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使其面对不利的局面 从中国的立场来说 在APEC会议开幕当天结束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向外界彰显了中韩贸易合作的紧密性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周一称 中国建设银行将在智利开展业务 推动亚洲在该地区的投资活动 建行为中国第二大的商业银行 在北京参加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会议时 巴切莱特对中国的商界领袖表示 建设银行将在智利设立分行 帮助推动矿业和通讯等关键行业的投资 他表示非常高兴收到中国建设银行将进入智利的消息 其主要是为了投资本地区的中国企业 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 智利是全球最大的产同国 中国是智利的主要贸易伙伴 和同的主要消费国 再来看一下双十一方面的消息 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开场38分钟28秒之后 交易额充到了100亿元 其中无限占比45.5% 去年充到100亿用了5小时49分 消费者的购物热情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根据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实时数据 双十一开场后一分钟交易额就突破了1亿 11日零时2分53秒 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交易额突破了10亿 这个数字去年耗时676分7秒 比今年快了3分多钟 筹备超过半年的沪港通正式宣布于下周一开通 意味着内地股市正是有限度的对外开放 内地个人投资者也可以直接投资港股 为内地资本账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 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港交所表示 两地市场的活跃度势必会有大大的增加 一度忧虑无限搁置的沪港通终于定出开通日期 港交所表示 沪港通为内地跟国际建立一个独立的连接通道 为内地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并相信会有利于港股成交 虽然距离通车只有一周 但李小佳指系统已经准备就绪 有信心在下周一可以完全顺利的开通 并重申会与平常心看待开通初期的成交量 此外 港交所将于本周末跟券商进行最后的一次 市场测试 明年初将会容许投资者在本港对A股进行借货沽空 好了观看完以上所有的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本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午2点10分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